好 那我們今天先講一個比較重要的 叫性度 性度其實一開始我會把性效度一起講 概念先講完 講完之後今天特別介紹性度 如果介紹不好 我們就會有一些放到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一定會把性度跟效度兩個都講完 這邊會用到一些統計的公式 跟我們上次講試題分析一樣 你要盡量學好不好 我會盡量用最簡單的方式講給你聽 好那我們一開始先看什麼叫性度什麼叫效度 那這個是大家最討厭的對不對 這台叫什麼 體重計 那很多老師都用體重計來介紹什麼叫性效度 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對不對 就像你站上體重計 像我現在已經很久沒站上去 因為不敢站 好 那假設我們現在要兩台體重計 有一台看起來很高級 醫院都用這一種對不對 好 那你在家裡都用這一種有沒有 好 那今天有一個人走進來了 就把他搶什麼 是我對不對 因為我找的一張圖還蠻像的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還蠻像的 好 那我走進來了 那我要去量體重 那我就站上這兩台體重計 好 首先呢我先站上這一台 好先站在這一台 好站在這一台之後呢 第一個出現70 喔 爆開心 對不對 我站上去70 你會不會覺得我很開心 我會 但是我會 我會很驚訝 所以我會跳下來 再做什麼 再站上去第二次對不對 怎麼會是70呢 再上第二次 71 好開心喔 再站一次69 再站一次70 再站一次71 太開心了 你看 這樣我的體重大概都在70左右對不對 很棒有沒有 好 然後呢我回家之後呢 我就又站上家裡的體重計 這一點都不開心 你看 第一次站上去100 臉就哭了對不對 好第二次站上去90 第三次站上去110 第四次站上去95 第五次站上去100 這數字看起來有點怪有沒有 有沒有 他好像我的體重變化很大對不對 先站上去100 喔 心裡很傷心 再站上去95 欸 開心了一點有沒有 又站上去110 這什麼體重計啊 然後再站上去90 又開心了一點 然後再站上去100 有沒有 這是家裡的體重計 好 那現在問你喔 那這邊有兩台體重計呢 我們先看性度 你覺得哪一台體重計的數據是可以性的 右邊 右邊這台是可以性的 可以性的意思是說 我的數據幾乎都不太會變 我站上去下來 站上去又下來 站上去又下來幾乎都不太會變 那這一台就是可信的 所以左邊這一台是可信的 老師的體重計有點問題 老師的體重計沒有性度 哈哈哈哈 好 右邊這一台呢 站上去之後是下來 站上去下來 是差異很大的 所以右邊這一台呢 比較不可信 對不對 比較不可信 這樣你記得起來嗎 我真的記得 你只記得起來 體重站上去要100這樣 這樣 可信的意思是 我站上去下來 站上去下來 站上去下來 幾乎每次都要一樣 這樣就代表 這個機器是可信的 或者這個測驗是可信的 好不好 好 但是呢 你想想看喔 這一台可有性度 這一台沒有性度 但是來想想看 這個有沒有辦法 可以衡量出我真正的體重 可以嗎 這一台可以量出我真正的體重嗎 你看我的身材 你覺得他可以嗎 可以 好這樣我很開心 加分來 這一台可不可以量出我的體重 不行對不對 所以這一台體重計有沒有效 沒有 所以他是無效的 可以嗎 好 他是無效的 好 所以呢 無效怎麼辦 那就要請工程師來 把這個體重計稍微調一下 所以我就把它調整調整調整一下 好 調整完了之後呢 這一次我又走進來了 我站上去 第一次100 一點都不開心對不對 剛才看到70很開心有沒有 好 第二次站上去101 第三次99 第四次99 第五次100 哇 他看起來 他變得什麼 變成是有效了對不對 他可以有效的把我的體重量出來對不對 其實他低估了啦 哈哈哈 他可以有效的把我的體重量出來 但是這一台呢 一樣是什麼 沒有效度這樣可以嗎 他的資料一樣 一百九十一百一一都在跳來跳去的 一樣是沒有效度 所以呢 什麼叫做性度 性度就是我每次量的時候 他的值都差不多 這樣就叫做性度 可以嗎 這就有性度 那什麼叫有效度 就是他可以真的量出我要的目的 例如真的量出我的體重 真的量出學生這個能力 這叫做有效度 這樣 好 所以你要先把性度跟效度的意義先分清楚 好 好 所以呢 以剛才來看的話呢 這一台體重計呢 它是什麼 他是有性度 沒效度 對不對 一開始 因為這是什麼 七十七十一 六十九 七十七十一 他是有性度的 因為他的數值都差不多 但是他沒有辦法真的量出我的體重 所以他是沒有效度的 可以嗎 好 那這一台呢 不但沒有性度 他也沒有效度 對不對 因為他的數據 跳來跳去的 沒有性度 而且呢 他也量不出我真實的體重 對不對 所以他是沒有效度的 這樣可以嗎 好 但是我如果調整過後 這一台就變成什麼 有性度 又有效度 對不對 因為他的數值呢 也都差不多 而且他可以真的把我的體重量出來 對不對 那這一台呢 一樣沒有性度 沒有效度 可以嗎 好 那在比較古老的書上面呢 他都是以射靶 來當做粒子 好不好 那現在比較多人拿當體重來當粒子 尤其要體重胖的老師拿來當粒子 就很有說服力 對不對 好 那 射靶的目標是什麼 射靶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的目標是在中心 這個是我的目標 好 所以呢 如果能夠射中靶心 就代表他有效度 對不對 因為他可以 代表他有效的射中靶心嘛 好 如果我射靶的數據都在某一個地方聚集起來 就代表他有 性度 這樣可以嗎 好 性度就是我每次射都差不多的位置 這樣就叫性度 所以呢 性度是用來衡量什麼 性度是用來衡量 他測量的時候有沒有誤差的程度 如果幾乎都沒有誤差 像這個聚集在一起 就代表他有性度 像這個 他的差異很大 就代表他沒有性度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在測驗上面呢 性度是用來衡量結果的一致性 這一次的結果跟下一次的結果 跟下下一次的結果會不會一樣 這個試題跟另外一個試題 跟另外一個試題 這三道試題 那衡量出來結果是不是一致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效度是什麼 效度是用來指出你衡量的工具 是否可以真的衡量到你要衡量的問題 或者目標 像我設法的時候是要設到中心的 所以這三個來看 這個有沒有衡量到目標 沒有 這個有沒有衡量到目標 有 這個有沒有衡量到目標 沒有 對不對 所以呢 只有中間這個是有效度 這樣 那早期的統計的書都是用設法當例子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這三個 這個呢 是有效度還是沒有效度 有性度還是沒有性度 他有性度對不對 但是他沒效度 如果考試的時候就可以用這三個當例子 好 那這個呢 有性度 又有效度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個呢 沒性度 也 沒 效度對不對 他也設不到靶心 好 所以你發現這件事情 如果我每次都能夠很有效的設到靶心的話 其實他是有性度的 所以效度會比性度來得更重要 所以這句話後面會再講一次喔 有效度就一定會有性度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呢 照剛剛的這個是低效度高性度 中間這個是高效度高性度 旁邊這個是 右邊這個是低效度低性度 我們再把它強調一次而已 好 來這兩句話你把它記下來喔 以後不管你做研究還是要考試的時候 這兩句話都很重要 有效度 我每次都可以設在靶心的附近 這樣就叫有效度對不對 既然你每次都可以設在靶心的附近了 那他數據一定很可信嘛 都在附近對不對 所以有效度一定有性度 可以嗎 好反過來 你的性度如果低 那你的效度就一定不高 因為性度低代表什麼 我設的時候很散 很散對不對 所以很散的話呢 他一定不會聚集在同一個地方 那他就一定不會聚集在靶心 所以他一定效度不高 所以這兩句話是剛好反命題 有效 如果你是念數學系的就知道 效度 推到性度對不對 好 低性度 就會推到低效度 好看完這個就不想學了對不對 趕快插掉 好 好那你把這兩句話記起來就對了 有效度就一定有性度 性度低 效度一定就不高 好 那我們今天呢是Focus在性度 那我希望能夠把這一份講完 如果快的話 那我們下一次呢就可以直接 帶你們做那個軟體 那如果今天因為效度的部分我不想講很難 好 性度比較重要 因為性度幾乎所有軟體都可以跑 SPSS也會跑給你 他很重要的 好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沒有性度 就一定沒有效度對不對 所以一般分析呢都會先分析性度 然後呢 再把什麼 再把會影響到性度的試體刪掉 或者增加試體想辦法提高性度 提高完性度之後再來分析他的效度好不好 當然有些研究會直接做效度 就直接效度好 有效度就一定有性度 這樣 好 那我們性度有哪些呢 課本裡面有提到有這四個 幾乎所有的講義都會講到這四個 所以這四個是很標準的 那我其中有三個我會講的比較仔細 就是前面這三個 最後一個 因為我們這學期比較沒時間 所以最後一個 這學期我就不講 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補最後一個的影片 好 第一個呢 叫做再測性度 那什麼叫做再測性度 我們以體重為例子好了好不好 我們剛才體重機不是進去 我量上去看到70 我很高興對不對 我下來我一定會想再做什麼 再量一次看看對不對 所以我再站上去有沒有 又看到他是71 再下來再站上去69 有沒有 一直重複在做這個事情 這就叫做再測 那再測的時候他可信 就這一次跟下一次測 跟下下一次測 結果是差不多的 這個叫做再測性度 可以嗎 所以呢 再測性度通常是一份考卷 那我想要知道說 學生的能力 並不會因為他的時間不同而改變 不會說我今天測跟明天測能力不一樣 這樣很奇怪對不對 除非說我今天回去 趕快把口苦題多做幾遍 假設學生沒有這麼認真 他也不會再多唸一本書 老師也不會做檢討 那我今天測跟明天測的結果 應該要是差不多的 這個叫做再測性度 可以嗎 所以我一份考卷 要先給一群學生測 今天測完了 然後呢 過了幾天之後 可能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再把同一份考卷 給同一匹學生測 測完了之後我去比較 他們兩次成績之間的相關 是不是高 如果高 我就認為他這一份考卷 是有再測性度的 這樣可以接受嗎 等一下後面我們再細講一遍 好 那我們現在來講副本性度 什麼叫副本性度 有時候呢 我們希望 我這份考卷給你考過了 你這個班進來考試了 A班考完了 隔天是B班要考試 那如果我兩份考卷一樣 會怎麼樣 我A班考完了 A班就跟B班講答案 B班進來考 B班就會了 對不對 所以有些情況底下 我們可以把考卷做很多副本 就是題目類似 差不多 題目對到的藍料 那個藍幕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他的藍圖 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 那題目設計也都差不多 那這樣叫做副本 那如果我是副本測驗的話 就要考慮到副本的性度 什麼叫副本的性度 我拿A本給這個學生做 跟拿B本給這個學生做 他測出來能力應該要一樣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能力不一樣 那還得了 像你如果常常去考的 像托福考試 或者GRE的 或者像IOS這些測驗 你每一次進去考的題目 都不見得會一樣 對不對 那個就是類似像副本的概念 可以嗎 好 那我怎麼做副本的性度呢 也是很簡單 我就拿A副本 A本給一群學生做 做完了 我再拿B本給同一群學生做 做完了之後 我要看他們能力之間的相關 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很高 很高就代表 他們具有很高度的副本性度 可以嗎 好 所以呢 不管是在測性度 還是副本性度 他們都是什麼 他們都等於要做兩次 看兩次之間的相關 一個只是說什麼 我同一份測驗 給同一批人做兩次 另外一個是什麼 兩個不同的測驗 給同一批人做兩次 這樣可以嗎 那如果我單獨想要看 我這一份測驗 是不是有一致性 那這個我們稱作 內部的一致性 因為它是同一份測驗 裡面的 所以我們叫做內部一致性 那同一份測驗裡面 你要看什麼 一份測驗是有什麼組成 好多個題目組成對不對 所以你要看的是你的試題 有沒有辦法測出這個學生的能力 這樣可以嗎 我的試題有沒有辦法 都是測量單一個概念 例如單一個單元的概念 或者是其中一個數學的能力 單一個數學的能力 有沒有辦法測出單一概念 這樣可以嗎 也就是說我的測驗之間 試題之間 它的同質性高不高 如果同質性高 我就認為它具有內部的一致性 試題跟試題之間具有內部的一致性 好 那最後一個叫做評分者性度 那評分者性度是做什麼呢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 你現在做了一個作品 例如你畫了一幅畫 那畫了一幅畫 通常呢 評審都會找好多個人來看你畫畫的好不好對不對 好 所以或者我自己來看這個畫好不好 那你自己當如果有當過老師的 你今天改學生的作文 跟明天改學生的作文 跟後天改學生的作文 你是不是可能會受到你心情的影響 成績給會有一點差異對不對 他就是要量這個差異的程度 如果你之間的差異程度比較小 那表示你是可信的這樣可以嗎 或者A評分者跟B評分者 他雖然給的等級不一樣 A評分者可能給的是1到10分 那另外一個可能給ABC 或者是1到10分裡面 有一個評分者 他可能給的Lange比較廣 他1到10都有 另外一個給的比較集中 他可能只5到7分這樣 但是你要看他們趨勢是不是一致 那這樣子就是評分者性度 如果趨勢是一致的 那表示他評分者之間的性度是很高的 例如這個大家看起來都是很漂亮 另外一個大家看起來都很不好看 都給的比較低分 那這樣就是評分者性度 他是比較高的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如果去考試 不管要考高考還是 可能教師真是也會 他可能問你性度的種類有哪幾種 那你就會寫這4種 這4個就會寫 好那我們從內部一致性開始看 你說你為什麼不從再測副本 為什麼要從內部一致性 好因為等一下會講到 共變數跟相關 聽到我就不想聽了 好那共變數跟相關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從內部一致性開始看 好吧 好那什麼叫做內部一致性呢 內部一致性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測驗裡面的題目 他是不是可以測到單一個概念 就是我題目之間他的一致性會不會很高 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他看的是什麼 這一道四題裡面的題目 像14題15題16題17題18題19題 一直到後面的30題這些題目 他有沒有辦法測量到同一個概念 什麼意思 簡單講就是如果學生在這個 哪一個題目上面得高分 在另外一題要得高分 在第三題要得高分 這樣可以嗎 好然後呢 如果在第一題得低分 在第二題要得低分 在第三題要得低分 那這樣子測驗題目之間的同質性就會比較高 可以齁 好 所以呢我們就需要用到什麼 用到一個叫做共變異數的概念 如果哪裡不懂就直接把我打斷喔 你就舉手 如果我沒有在看你就一直揮一直揮 我一定會看到你的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這邊有兩道試題 四題I跟四題J 四題I跟四題J 那四題I呢 他的得分呢 是0到10分 另外一個四題呢 四題J得分也是0到10分 那我現在有五個學生 哪五個學生 橘色學生 綠色學生 黃色學生 紅色學生 跟粉紅色學生 我沒有設法啦 唸對了 所以總共五個學生的呢 好這五個學生呢 在四題I的得分是什麼 10123 4分 綠色得5分 黃色得6分 紅色得7分 粉紅色得8分 但是呢 這五個學生在四題J上面的得分是什麼 橘色得0分 橘色得0分 紅色 綠色得2分 有色嗎 黃色得123 4分 這個呢 紅色得6分 再來是這個粉紅色得8分 這樣可以嗎 那你有沒有看到 那你有沒有看到 這些學生呢 在這個四題上面得分的趨勢 是不是一致的 橘色得低分 他也得低分 綠色的在I四題得低分 他也在J四題得低分 黃色的在這四題裡面是中間的 黃色的在J四題也是中間的 對不對 那這個呢 紅色的學生在四題I算高分 在四題J也算高分 粉紅色在四題I最高分 在四題J也最高分 有沒有看到 他的趨勢的變化是一致的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認為這兩道四題 他的同質性應該比較高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去量 這兩道四題他的同質性 他的趨勢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我們要用一個數 來量這個趨勢是否一致 那這一個數叫做共變異數 可以嗎 好 那不一致他應該也可以量得出來 如果一致的話呢 他就要是正值 如果不一致 我們就希望他量出來的是負值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不一致的例子 來這個是四題I 這個是四題J 又是兩道另外兩道四題喔 所以我應該用另外兩個叫I'跟J' 這樣會比較好 好不好 另外兩道不一樣的四題 好 一樣這五個學生 這個學生呢 在I'這個四題呢 得兩分 橘色得兩分 綠色得四分 黃色得六分 紅色得八分 沒錯吧 沒錯吧 一二三 不對 這次是科度有問題 來 橘色的得一分 再來 寫下來 一分 三分 五分 七九 我們明明就自己設計的這麼好對不對 一三五七九 好 來 橘色得一分 綠色得三分 黃色得五分 再來 紅色得七分 粉紅色得九分 但是你看喔 在另外一道四題上面呢 橘色的竟然得八分 對不對 是不是剛好顛倒 然後呢 綠色的呢 他竟然得七分 是不是又顛倒了 對不對 順序顛倒了 有沒有 然後五分的呢 得六分 七分的呢 得幾分 五分 九分的竟然得最高分 在這道字體竟然得最低分 所以是趨勢顛倒 好 共變異數也就是來量這種趨勢的 如果他的趨勢相反 他的共變異數要變成是甚麼 負值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怎麼算這種趨勢呢 跟上次的變異數的概念一樣 很簡單 我們怎麼算 就是看他離中間有多遠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來看喔 所以我們一開始呢 像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趨勢是一樣嘛 橘色 綠色 黃色 紅色 粉紅色 橘色 綠色 黃色 紅色 粉紅色 我怎麼覺得我唸起來好吃力喔 有沒有看到這兩個試題 學生得的趨勢是一樣的對不對 所以第一步怎麼做 我先把中間算出來 可以嗎 di到試題的平均算出來 平均怎麼算這個是 4 5 6 7 8 相加除以多少 除以5 對 5是除以2吧 好 相加總共有5個人 所以除以5 這除以5出來是多少 應該是6 你算算看 好 所以這中心在6 另外呢 這個的中心在4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什麼叫做趨勢一致 如果這個值比6大 它也要比說 4大 這樣可以嗎 這個 粉紅色的比6大 這個粉紅色的也要比4大 而且大的距離要越大 這樣可以 好 一個大另外一個要更大 這樣 好 所以我們用同樣的概念 你看這個 這個呢 橘色的呢 離這個6的距離是 SEI 減掉MI 等於 它得到的是4分對不對 這個是6分有沒有 所以你拿4減6是多少 負2 負2 負的代表 它比什麼 6小對不對 2代表它離什麼 離6的距離可以嗎 好 同樣的我們來看 橘色的在這個 這個試題到中心的差異 一樣 這個地方是0 這地方是4 所以0減4減出來是多少 負4 負的代表什麼 它比4小對不對 這個4代表它到中心的距離是4 那我如果我想要知道它們趨勢是否一樣 我就把這兩個值相乘 負2乘上負4 負2乘上負4 有沒有看到它變成什麼 正的了 為什麼 因為負負的正 如果趨勢一樣 它就會符號就會互相抵消 它一定會變成正的 可以嗎 後面這個值是代表什麼 代表它的離中心的距離 如果值都很大 這個值就會變大 像這個是2 另外一個是4 4乘以28 對不對 它就會很大這樣可以嗎 好 好 來我們來看個例子 像這個是正的 這個到中心這個是8 8到中心的距離差2 但是在另外一道試體這個是多少 這個也是8 另外一道試體的中心是4 所以8減掉4差4 有沒有看到兩個的符號都是什麼 都是正的 所以你把2跟4乘在一起是正的 正的代表趨勢一樣 有沒有看到他們兩個都比中心來的大 對不對 而且呢後面這個8是代表它的趨勢的大小 一個是2一個是4乘在一起是8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如果趨勢不一樣會變怎樣呢 來看這個 這個是趨勢不一樣的喔 來念一遍喔 橘色 綠色 黃色 紅色 粉紅色對不對 看下面喔 粉紅色 怎麼跑到後面來了 對不對 紅色 怎麼跑到後面來了 黃色 綠色 橘色 趨勢顛倒有沒有 好如果趨勢顛倒的情況會變怎樣呢 來我們來看 橘色這個點 橘色這個點現在是1 中心是5 所以1減掉5變成是多少 負4 所以它比中心小對不對 但是過來另外到4題 另外到4題這個變成是8 8減掉中心是6 變成是2 所以一個是負的 一個是正的 代表兩個趨勢不一樣 這樣可以嗎 所以一負一正乘在一起 負4乘以2 一負一正乘在一起 所以它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負的 負的代表趨勢不一樣 好 那趨勢的大小是多少 一個是4 一個是2 所以乘在一起是8 所以他們趨勢不一樣喔 因為它是什麼 它是負值 這樣可以接受嗎 到這裡可以喔 好到這裡可以的話呢 來我們來看最後這個例子了 這個例子呢 再念一遍喔 它是橘色 綠色 綠色 黃色 紅色 跟粉紅色 好下面呢 在這次提示什麼 粉紅色竟然跑到最後面了對不對 但是綠色的位置 好像固定不動對不對 黃色呢 好像也差不多 紅色也差不多 但是最後一名跑到什麼 前面來了有沒有 所以呢 我們怎麼量它的趨勢大小 我們不能只看一個點 我們要看所有的點對不對 有人趨勢會一致 有人的趨勢會不一致 那我們把它兩個加在一起之後 就是這兩道試題的趨勢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每一個都要做 像這個呢 是1 3 5 7 9 對不對 這個是多少 這個是 4 5 6 7 8 所以我們每一個都要做 來我們先看橘色這個點 橘色這個點 橘色這個點 橘色這個點呢 它到這裡是多少 1到5x-4 所以我要拿1-5對不對 好 所以這算出來是-4 另外一個呢 從這裡到這裡 是8-6 所以是2 所以算出來是-8 可以嗎 好 綠色的也要算喔 我們現在開始算綠色的 好 綠色的3-5-2 所以這個地方一減完之後是-2 對不對 好 這個綠色減這個-1 趨勢一樣喔 因為兩個趨勢都是什麼 負的 所以乘出來一定是正的 代表趨勢相同 對嗎 負的 負負得正 它的大小是2 好 中間那個呢 中間那個-5這個呢 是什麼 0 0嘛 所以就0×0 是0 可以嗎 好 再來 粉紅色的 這個差2 這個差1 趨勢一樣 所以2×1 是2 好 最後 欸 剛才那個是紅色的 最後這個才是粉紅色的 真的有色嗎 來這個差4 粉紅色的這個差多少 -2對不對 所以變成4×2 變成-8 趨勢不同 可以嗎 好 那跟上次的變異數概念一樣 我們可能會受到樣本多的影響 所以我們要除以它的什麼 樣本數 這個我打錯囉 應該是大N 要除以樣本的總數 好 所以呢 我們要把-8 加2 加0 加2 減8 加起來之後除以5 所以算出來是-2.4 所以代表 這兩道試題 他們有些人 他的趨勢是一樣 有些人趨勢是不一樣 整體而言 他的趨勢是相反的 可以嗎 大小是2.4 這樣可以接受嗎 到這裡可以齁 好 所以呢 我們假設我們目前有3到4題 假設我目前有3題 那有3題呢 我不要寫3題 我寫下來 來有3題 i1 i2 i3 有3題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看怎樣的趨勢 我們可以看第一題跟第二題的趨勢 第一題跟第三題的趨勢 對不對 也可以看什麼 第二題跟第一題的趨勢 第二題跟第三題的趨勢 對不對 也可以看第三題跟第一題的趨勢 第三題跟第二題的趨勢 所以我們會有什麼 第一題跟第二題的趨勢 第一題跟第三題的趨勢 還有第一題跟第二題的 這我寫錯了 這到最後結果是一樣 還有什麼 第二題跟第一題的趨勢 第二題第三題跟第一題的趨勢 第三題跟第二題的趨勢 第二題跟第三題的趨勢 第二題跟第三題的趨勢 總共有這六個趨勢 1 2 1 3 21 23 3 1 3 2 3 3 3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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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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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3 4 4 5 之间的共变异这样可以吗 可以 那这三个值 跟这三个值 其实是对称的对不对 位置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 0.116这里就放0.16 0.104这里就放0.104 0.120这里就放0.120 可以吗 那对角线是什么 S1 S2 S3是什么 S1呢就是什么 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共变异 所以我放的就是什么 自己跟自己的共变异 那自己跟自己的共变异就是自己减掉自己的中心乘上自己减掉自己的中心然后全部加起来取平均 这上礼拜好像有教过对不对 我 减掉自己的中心 考虑他的平方 全部加起来取平均 他叫什么 叫 变异数还记得吗 这么快就还我 他可以量什么 他可以量我这个资料是集中 还是分散 对不对 还记得 这个共变异数 如果是二元积分就变成P乘以Q 还记得 所以他可以量他集中还是分散的程度 所以 这个共变异数矩阵的对角线 就是那一道尸体自己的变异数 可以吗 所以 0.243 0.248 跟0.250 就代表 这三道尸体都还不错 因为变异程度最大是0.5乘0.5 0.25 有没有 所以他0.25左右 所以他的变异程度分散程度都还不错 这样可以吗 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呢 所以我们中间这个位置 SII 中间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本来应该是S11 这个位置本来应该是S22 这位置应该是S33对不对 好他就应该是除以N 这个我都写错了除以N 他就应该是什么 每一道尸体自己的分散程度 每一道尸体自己的 变异数 可以吗 每一道自己自己的变异数 好 那我们怎么去量我这个尸体之间的同值性 如果第一道尸体 跟第二道尸体 他的 趋势都一样 第二道尸体跟第三道尸体他的趋势也都一样 第三道尸体跟第一道尸体他的趋势也都一样 那代表尸体跟尸体之间的同值性就很大 所以我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就把这个矩阵 红色的部分 找出来 来再看一遍 红色的部分呢 这个位置是什么 这个位置是第一道尸体跟第二道尸体的 趋势 这个位置是什么 第一道尸体跟第三道尸体的趋势 这个位置呢 第二道尸体跟第三道尸体的趋势 这个位子 第二道跟第一道的趋势 这个位置 第三道跟第一道的趋势 这个位置 第三道跟第二道的趋势 我希望这个趋势要什么 要相同 而且要够大 这样可以吗 所以呢 有一个学者叫Komba 这个学者 这个学者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 叫Komba Alpha 这个几乎你在每一堂课 只要跟量有关的分析的课 都会学到他的 Komba Alpha 这怎么算 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矩阵里面 所有的值全部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我们叫做S Total 所以S Total怎么加 0.243加0.162加0.104加0.106 加0.248加0.120 加0.104加0.120加0.250 可以吗 全部加起来 加起来之后是1.421 当然有些东西是重复的 所以你可以用两倍去算就好了 可以吗 好 我要去算算什么 算因为我要看四题之间的共变异数大不大 所以我要算这些红色的部分 它占这个比例会不会很高 可以吗 所以我0.68怎么来的 0.68就是把红色的部分全部加起来 我写在下面 如果你讲一有印出来就把它写上去 0.116加0.104加0.120 全部加起来之后 因为对称的 所以只要乘以2 就会等于0.68可以吗 所以这个0.68就是红色部分的核 我要看红色这个部分的核 占全部会不会占很高 如果超过0.7 我就认为它的性度够高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要看的是什么 四题跟四题之间的同值的程度 四题跟四题之间的趋势 占全部的趋势里面会不会占很大 如果占到0.7以上 我就认为它的性度够高 这样可以接受吗 所以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个四值 那前面不是有一个n除以n-1 那是什么 那是一个调整的一个系数 如果我的四题太少 像我只有两题 那两题的话 后面那个值一定不会很大 因为你才两题 才两题怎么测出这个学生的能力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两题这同值性可能不会太大 那不会太大怎么办 我就乘一个比较大的数给他 2除以1 这样可以吗 好 如果题目是三题 那就3除以2 那细数就会再小一点 如果题目是四题 就4除以3 如果题目是5题 就5除以4 所以如果题目越多 这个调整的细数就越小 因为题目越多 我就越不需要调整 所以这个细数就越小 这样可以吗 所以就用N除以N减1来做一个简单的调整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确定没有 这个很重要 这个你要不要自己算 不用电脑会跑出来 可以吗 到这里真的没问题喔 已经听了一堂数学课了 对不对 头都快晕了 对不对 但是Kombach Alpha用这种方式解释 是几乎完全不需要学到很难的统计的 你只要学到很简单的统计 而且你连古典测验理论的 你的两道的分数 等于你的真实分数加上误差 你看你都不用会 对不对 好 你就会Kombach Alpha 可以吗 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我们讲完一个就再休息一下 好不好 不然大家会受不了 那Kombach Alpha可以变形 来怎么变形 他刚刚的公式是什么 刚刚的公式是这些红色的加起来 除以全部的相加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把它写成数学试值是什么 就是呢 I不等于J的位置 I如果等于J就是对角线 像这个是E等于 这个位置是什么 这个位置是S11 是I等于J 对不对 I等于J等于E 这个位置是S22 I等于2 J等于2 这个位置是S33 I等于3 J等于3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是把I不等于J的位置 全部加起来 那我也可以改成什么 我可以改成全部剪掉对角线黑色的地方就好了 Total平方分支S Total的平方减掉S Total平方分支对角线的核 对不对 可以吗 所以就会变成 这前面一除就变成是E了 对不对 减掉全部分支对角线的核 所以会改成这个公式 对不对 可以吗 可以 好 当我改成这个公式之后呢 会变怎么样 如果回到二元计分 对角线的平方是什么 是那一道四体的变异数 对不对 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变异数 刚好是那一道四体的什么 答对率乘上答错率对不对 所以他的公式可以变成 这里就可以改成什么 答对率跟答错率的核啊 所以就会变成是 E去减掉答对率跟答错率的核 处于整个Total的变异 然后再乘上一个调整系数 这还是Combach Alpha 但是呢 这个很早就有人提出来了 这叫做Counter-Richardson-Method 可以吗 所以他叫KR20 所以你在课本里面会看到另外一个KR20 就是这公式 这两个公式根本是什么 一模一样 如果你今天你用的是二元计分 就是你用的是选择题 只有对跟错 那这两个公式都一模一样 所以电脑跑出来 只会给你一个Combach Alpha Combach Alpha就是KR20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可以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10分钟 我把后面讲完了再休息了 整个Combach Alpha讲完 那Combach Alpha的只要多大才算好 我刚有稍微讲一下 只要他大于0.7 就算好对不对 所以只要0.7 我们就代表他是可以接受的一致性 所以你如果用SPS 或者用我们要教的Texter 他跑出来之后 他的Alpha只大于0.7 你这一份试题就是可以接受的哦 如果你的内部一致性低于0.6 代表这个试题的什么 内部一致性的程度不够高 要进行试题的筛选 三题目 或者要加增加试题 增加试题也可以提高你的Combach Alpha 如果你增加试题是适当的 趋势是一致的试题就可以增加你的Combach Alpha 可以吗 好 但是呢 如果内部一致性高于0.9 高于0.9不是很好吗 我刚才不是讲大于等于0.7都算好吗 对不对 如果你高于0.9你要注意一下 我举一个例子哦 假设我问你 台湾的首都 是 不对应该这样讲 我假日去过我给你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你假日有去过台北吗 是非题吗 你如果选有就是你有去过吗 没有就是没去过吗 对不对 所以只有对或错而已吗 对不对 那这是一题哦 另外一题是你假日有去过台湾的首都吗 两题题目不一样嘛对不对 那你可能也会选对跟有嘛 但是你有去过台北你就会去过台湾的首都嘛对不对 可以吗 那这两题的同值性是就很高 那 几乎答案都一模一样 所以他几乎就会变成是1 他的Combach Alpha就会是1 但是 这两题是放在一起好吗 不好嘛对不对 这两题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试题嘛对不对 所以这两题只要挑一题就好了 所以当你的内部是一致性太高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试题 是不是太过于雷同 或者叙述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你可不可能犯这个错误 有可能哦 你有可能会同一个名词 他指的是一样的事情 不同的名词他指一样的事情 但是你出了两题 这样可以吗 好 所以Combach Alpha如果太高的时候 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试题的内容是否太过接近 简单讲 就是 你如果未来你要设计的时候你的问卷至少要0.7以上 或者你的测验题目要0.7以上 这就是好的 如果0.7到0.6之间 那你就稍微要修一下 如果0.6以下可能就要大修 然后高于0.9要小心 好 那我们真的休息一下了 等下继续讲